韓国总统李明博提出韩食世界化的国策目标 由韩国第一夫人参与,备受世人关注 韩食世界化的目标设定在2017年之前 将韩食发展为世界五大饮食之一 韩食的主要材料是大酱、辣椒酱、酱油、泡菜和海鲜酱等五大发酵食品 韩食拌饭、韩食烤肉和泡菜等已经广为外国人熟悉 韩国少有的高档料理都是封闭在皇室 宫廷备受、鲜为人知 而民间最普遍的食物都是草根料理 公众的高档而有健康的药善食谱通过大长今晚能莫 在世界上演之后就开始受到关注 目前,世界上善食结构模式主要是分为三类 经济发达国家营、东方营、日本营 其中日本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健康的善食结构模式 韩国料理结构模式接近日本营 每餐都有量小而精致的小菜 品种丰富 而韩国料理中最平常的石窝拌饭 即是石头饭 就最能够代表韩国饮食文化的特色 就是阴阳五行、药食同源 韩式拌饭有谷物、蔬菜、肉类 营养丰富 蔬菜是五色 包含青、黑、红、黄、白 代表阴阳五行 拌饺有发酵过的酱油、豆瓣、辣椒酱 含有乳酸菌 可以帮助消化和防咬 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营养专家建议每日进食的食物 不少于20种 而一份拌饭所含的食物种类 就可以有十几种之多 而且以各类蔬菜为主 韩国人还会以石头拌饭来比喻家庭 他们认为碗是爸爸 米饭是妈妈 饭上的各式食品是小孩的 如果彼此都能够融合得非常好的话 家庭就会很幸福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环境污染 食物恋受威胁 健康备受关注的时代 世界人民更加渴望健康饮食来源 保持健康 不在于用药 重要的是饮食 这方面 我们城市人到底又明白多少 通识教育的课题 好像很广泛 其实只要平时我们现在要观察和思考 任何事物都可以增广见识 因此我们在旅行团行情设计的时间 都加入学习和思考元素 让大家旅游玩得开心的时间 也可以增值 如果想重温有关内容 或者其他通识的课题 可以登入这个网址 请不吝点赞订阅